1902年7月是美国独立纪念日,也是杜邦公司的百年庆典。杜邦公司的新领导班子在报上声明,杜邦公司在国庆日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,并将公司总部签入威名顿城。请各界朋友继续给予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。 7月的独立纪念日,数千名各界名流聚会,在白兰地河畔,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。 12月,杜邦公司总部迁入威名顿。历经百年的杜邦公司,以昂扬的步伐,进入了20世纪。 火药业的垄断者,杜邦公司大发战争财,大量的美元流入了杜邦家族的腰包。 发迹于战争的杜邦公司,在今后将面临严峻考验。如果和平时期,仍以制造火药为主导,公司势必将现人困境。 经济的繁荣,势必带动汽车业的繁荣。1920年11月,皮爱尔·杜邦做出惊人的决定。 他将购买价值3500万美元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。这是历史性的抉择。 此时的杜邦公司握有了通用公司,23%的股票,皮爱尔本人持有15%的股票。 1920年12月1日,皮爱尔·杜邦就任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,杜邦家族,正式成为美国汽车业新的霸主。 杜邦家族从此开始实行多元化经营战略,在进军汽车业的同时,对用途极广的民用化工产品也开始涉组。 1916年,皮爱尔决定进军化学染料工业,杜邦公司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,生产出质量惊人的染料。 短短的几年中,杜邦公司的染料、技术水平,跃居世界领先地位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,美国的天然橡胶需求激增。 美国政府一方面在本土核中,南美各国种植橡胶树,另一方面鼓励人工合成橡胶的开发。 1925年,杜邦公司在人工合成橡胶的研究中,获得重大进展。 他们从氢和碳的合成物中,首次研制出具有天然橡胶性质的化合物。 1938年9月21日,杜邦公司出现了历史性的大转折。 全美的报纸都以大量篇幅,报道了尼龙的出现,完全由化学合成纤维组成。 尼龙的出现,使全世界爱美的女士们,惊奇不已。 它引发了异常世界女性的服装革命,仅以尼龙丝袜为例。 该产品上市的头一年,就盛况空前,总共卖出了6400万双,彻底垄断了世界丝袜市场。 杜邦在民用化工产品行业,成果斐人,人造橡胶,杜邦亮漆,人工纤维,塑胶, 尼龙等一系列新产品的问世,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化学工业。 这个昔日的军火带魂,今日已成为领导世界化学工业新潮流的先锋队, 经历了200年的风雨沧桑。 庞大的杜邦帝国,正焕发着勃勃生机。